大家好,我是Mr. Mu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HKDSE 2019 Mathematics Core Priple 2, Session 8, Question 22 請來以畫面的訊息 題目會有Right Angle Triangle 大家要不想起Pyfeger Spirium,要不想起Chicolometry 先看看題目 到底CE over AC 是甚麼 你看看一份卷的四個選項 看起來都是Pycos的Alpha、Beta 到底在葫蘆裡面買甚麼藥呢? 首先我們要先去解釋它玩哪兩條線 它說是CE和AC 它分別都是在兩個直角三角形 到底這兩個直角三角形有沒有聯繫呢? 有,因為它是一個Rectangle 所以CD就等於AB 這樣就行了,我會分別在兩個直角三角形 透過Tricholometric Ratio 去聯繫相關的線 即是CE、CD、AC、AB 先玩第一個直角三角形 在三角形CDE裡面 一定是Cos 對於Beta來說 CE和CD 一個是斜邊 一個是輪邊 輪Overture就是Cos 簡單來說,CD等於CE乘以CosBeta 也可以說AB等於CE乘以CosBeta 在這個Triangle ABC裡面 AB和AC分別對於Alpha來說 也是輪邊和斜邊 我們就說CosAlpha就等於AB overAC AB我們就換成Ce乘以CosBeta 由於我們題目就是要Ce overAC 多了的CosBeta就會除掉對面 又說計完這條數,多謝大家 白頭公女說多年 上年也是在玩蝶圖 有興趣去看看 17年也是玩長方形 16年也是相約 牽涉到一個Rectangle 15年是舊式的題目 就是兩個直角三角形 但有一條CosBeta 14年 我跟別人說 一看到直角三角形 我們會想起Pyfaculous Freedom 和Chicolometry 剛才我們就玩了Chicolometry 如果我玩Pyfaculous Freedom 有五個三個人 我都希望同學先記好 如果你在粗數的時候 你記好的話 長遠來說 你考Mod或考公開試 是相當之好 有什麼就找我吧 這次經文送給大家 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神腳,教了你生命有緣 我們在劉華士第一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